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业态新模式 今年来在我市发展迅猛 昨天由我市创客平台发起的 全国性创意设计大赛金月奖在下启动 大赛将以创意设计竞赛为纽带 吸引更多创意人才来下创业 推进我市新经济发展 据介绍互联网丰富的就业渠道 较低的从业门槛催生了一批微客群体 他们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 找到自己的擅长专类 把自己的知识智慧转变成收益 实现灵活就业创业的同时 也给众多的中小企业打开创意之门 帮助企业快速解决各类创意需求 从而降低用功成本 共享经济下 共享知识进行技术创业成为新潮流 目前我是创意重包知识技能共享服务平台 一品微客就聚集了超过1000万的网络创意人才 为企业提供设计 开发 文案 VR等创意服务 累计交易总额超180亿元 此次启动的创意设计大赛金月奖 将以网络创意设计竞赛评选为纽带 聚合海量创意设计人才 推进厦门新经济发展 极由厦门非常良好的创业的创新的环境 以及很好的整个的对人才的一个配套的服务 我们希望极由这个显现本身 能够帮助厦门批量的引进 一批在国内比较优秀的 潜力的创意设计的团队 落后在厦门 本台寄托到 感谢您的见一下 夜参真